9月19日晚上9点 台北市文化局长倪崇华 突然出现在南港平盖工厂南基地门外 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 为庆祝世界古迹日 以及声援古迹保存行动的音乐会 工厂场区内还有十几名 为了争取古迹保存 与肉身阻挡怪手的南港平盖工厂守卫队队员 与人数更多的南港分局警员 与和平方式对峙中 迷局长隔着铁丝网与守卫队员交谈 这样的画面让人觉得有些荒谬 有些不真实 犹如两个世界的对话 现在我们感到纳闷的事情是为什么在今年的二月跟三月 分别召开了两次文字审议都没有通知提报的公民团体 因为我们是提报者 这是有义务要让我们参与的 那如果说没有北流 你也不支持有北部有云青 中心不是吗 如果当初这个东西 没有当初啦 这已经没有当初了 走到现在 已经没有当初了 与和我们真的很想知道 那之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办法 我觉得要协调的话 可能通版版那个 把那个 后面主题的东西拿来跑分 不要单从文字 因为文字的保识 大概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那到底主题到底怎么样复杂 请让大家了解 让大家看一看 会谈一如预期的没有任何结论 却是柯文哲市长 可能准备面对此一事件的一个契机